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盛奇的展間 我們今天看到 Esoteric 的新品 我們現在看到在音響家最上層的是 Esoteric K01XD SE 下面這個是 N01XD SE SE版是他們最新推出來的新的世代 SE的世代 Special Edition 主要的差別就在於他們把裡面的時鐘給改了 原本他們的時鐘採用的是 市場的 OCXO 的溫控的經證時鐘 但是現在他們改成他們自己做的時鐘模組 叫做 Master Sound Discrete Clock 再來看到的就是他們的 G01XD 所以 Master Sound Discrete Clock 它的原始就從這裡開始的 在下面看到的這台是綜合擴大機 F01 這也是他們新出的綜合擴大機 A類30W 而旁邊這邊有一個 PS01 F 這個是 F01 和 F02 專用的外接電源供應器 如果把 PS01 F 接上 F01 之後呢 F01 F01 跟 F02 他們這兩台中央擴大機的前級的供電 就由外部供電 而聲音當然會進步 最大的改變就是聲音會變得更透明更乾淨 這是 Esoteric 新的產品 在旁邊看到的是 Esoteric 他們自己出的 Grandi Oso 的黑膠唱盤 這個 T01 的黑膠唱盤 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它並沒有皮帶 也不是靠馬達直接驅動 它是靠電池來推動它的轉盤 下面就是他們的 E02 唱頭放大 不過我們可以先跟大家預告 再過不久我們會看到 Esoteric 推出他們最新的旗艦的唱頭放大 出在 Grandi Oso 的系列 我們可以期待 再來我們看到喇叭 這次在 TA 印象展裡面所看到的喇叭 這個是 Tanoi SGM-15 的喇叭 這個 Super Gold Monitor SGM 系列 是 Tanoi 最新推出來的次旗艦的 Series 這個其實是在跟 1980 年代他們的 Gold Monitor 系列 他們做一個指徑 所以在一切的製作上面 有一點像是 Prestige GR 系列的 Trickle Down 的做法 讓它變得比較樸素 但是所有的內裝和它的配件 都指向旗艦的設計跟製作 再來這裡還有一對是 Sterling 的特別版 這對特別版跟一般標準版的 Sterling 有什麼不一樣呢? 外面看不到 因為差別在裡面 因為差別在裡面 它使用了 Onyco 的磁鐵 這支 Prestige GR 做工上面跟剛剛我們所看到的 SGM 喇叭 就不太一樣了 好 這裡是盛奇的展間 這次他們展出的新產品 謝謝 謝謝